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方还因此自杀过两次 如今说好一起治病 结果却玩起消失 这巨大的信息量刷新了网友的三观 孔吹男今年28岁 以单美剧出道 曾出演过《类似爱情》和《北京女子图鉴》等剧 最近通过参加超新星全运会受到大家关注 微博粉丝涨到500万 也算是小米有名气了 而面对控诉 孔吹男表示女方的爆料都是一响 大致意思是他精神出了问题 可打脸的是 随后张梦言又甩出一段 两人长达8分钟谈话的录音 妥妥地实锤了孔吹男的丑闻 看来是工作室甩锅给人家女孩子 还句句都说人家有病 话说孔吹男在综艺 超新星全运会上还参加了游泳比赛 对此很多粉丝对自家爱豆的身体可担心坏了 更是对孔吹男骂声一片 纷纷要求将他封杀 看来孔吹男已经开始凉凉了 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